你去哪儿 好笑吧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怎么了 担心兔唇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嘛 你就是故意的 看人家兔唇好欺负 真没有 刚才我手机是真的没电了 你们为什么叫他兔唇啊 因为他长得像兔子 因为土呗 他连裸妆都不化他 化妆 拜托啊 他连眉毛都不修 女生又不像男生 眉毛重了好奇怪呀 我猜他浑身体毛 应该都很重吧 你回来啦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手机没电了 联系不上你 这不 刚冲上电 真要联系你呢 老板 你干嘛 你干嘛 我看起来很好欺负吗 你 怎 怎么了 这话该我问你 你怎么了 你们都怎么了 是 我性格不好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就活该被欺负 活该被你们在没有嘲笑吗 就我稍微有剩一点点 就一点点 不行吗 我真的很难受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不知道 你的包 你跟小说 我真没用 就只知道哭 妈妈 妈妈 我好想回家 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这家是接连坛上市 是不是个真 真 真够灯灰的 看看 这副酒店来了 真是个臊不幸 太灰气了 可不是 真是不激烈 早就说她是个臊不幸 真的不用送她去医院吗 你别慌 先屋里降温看看 你可不可以 我真的会帮她 也不想拥有了吗 我太过分了 我太过分了 你又不敢了 你不想拥了吗 我太过分了 你不敢了 我太过分了 你不想拥了吗 你不是说我 你不想拥了吗 我太过分了 你不想拥了吗 你不想拥了吗 每次都是我打扫卫生间 终是人善为人气 起来啦 跑点了吗 没事了 早 早 怎么样 烧退了吗 我想用一下卫生间 好 认很久了吧 一人再认 认无个人 我要做点什么吗 没事了 都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 对不起 生病不用说对不起 你就扔下垃圾好了 出去的时候可以拔掉电源吗 好 麻烦你了 能麻烦出去拔掉电源吗 好 过来吃泡面吧 不行 不行 你都得吃 病了一晚上 奶奶一大早就吃泡面呀 先喝粥再吃药 好 粥钱和药钱 不用啦 周时盛男姐从超时带的 过期的 只过期了一天 没关系的 药家里本来就有 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是我的包 包包有什么错 你跟我闹别扭 也不敢拿包包出气呀 是啊 下次你就直接把他人 扔出去好了 快过来坐吧 给 下次有什么不满的 就直接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面 对不起 不是让你道歉 我们几个陌生人 住在一个屋檐下 彼此都会有看不顺眼的地方 能忍得要忍 但该说的还是要说 有什么不满的 说吧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没有吗 那我先说了 你敲键牌的声音太小了 我房间都能听到 以后我会注意的 晨晨姐 你跟你男朋友 打电话的声音 我也能听到 真的吗 真的 晨晨还要吃巧克力 别说了你讨厌 灵灵 晨晨也想满 是难解吗 好 对了 下次你小号的时候 别按大号的冲水 水费很贵的 还有 没有 你上大号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嗯 你姐姐 我洗澡的时候 你能不能别进来 怎么 害羞了 是吗 你笑的时候能出点声吗 跟恐怖片似的 我一直以为 只有自己在忍耀 只有自己在忍让 没有